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我这人特别喜欢吃煎饼 在天津早上 要是热热乎乎 来一套绿豆面的天津的煎饼果子 哎呦甭提多美了 除了煎饼果子 我还特别喜欢吃菜煎饼 菜煎饼哪的最出名呢 山东枣庄 我在南京工作那时候啊 要是每年开车回河北呢 我中间一般都会在枣庄住上那么一宿 不喂别的 就喂这口菜煎饼 菜煎饼 配上碗撒汤 嘿呦得劲啊 咱们今天呢 要说的这案子 就发生在山东枣庄 2013年8月3号 这对于枣庄来说 热的那叫不行不行的 那是头上冒汗身上流油啊 山东省枣庄是牧石镇的一个村子里边 是人声鼎沸 大伙啊 互相见着 都在那张罗着 哎呦你知道吗 大营家呀出了事了 怎么回事呢 年轻的村民大营 服毒自杀了 被人发现的时候啊 大营的家人都不在家里边 就大营一人在家呢 大营只有29岁 有一儿子才刚刚5岁 在大营服毒的当天呢 她的妻子张媛媛呢 还在娘家呢 听说之后赶紧赶回了家 其实说妻子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确切的说这是前妻 因为在不久之前 俩人离了婚了 但是离婚这事别人都不知道 甚至双方父母都不知道 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 大营父母啊 这心里是有苦说不出来啊 他们就纳闷啊 我家大营性格开朗 为人和和气气的 怎么就突然寻了短见了呢 大营为什么服毒自杀 人们不知道 不过啊 大营在自杀之前 曾经给父母留下了一封 遗书 就是在这封遗书里 大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遗书呢 首先啊 就是一些道歉的话 自责的话 不能尽孝啊 不能好好的善待二老啊 她呢还请求家人 在我走了之后 你们呢要善待儿子 还有我离了婚的妻子张媛媛 其中啊 她说到了这么一句话 她说呀 事情到了今天 不能怪圆圆 是有人在害我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呢 谁在害他们呢 这个家庭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这些啊 在当时都是一个谜 乡里乡亲也好 家人亲戚也好 都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直到两个月之后 这才真相大白 在山东 枣庄 林仪 济宁 三室交界处 有一平易县 白岩镇 一条在宜蒙山区的省道 从这白岩镇经过 连接着34个县 2013年10月23号 平易县公安局 接到报警了 说在白岩镇 一个路边的寒洞里 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是这尸体 已经被焚烧过了 警方接到报警之后 赶紧赶到案发现场 看看怎么回事 这一看 不用怀疑了 这肯定是一起命案 这条路啊 平时车辆也不多 行人那就更少了 犯罪嫌疑人 在这么一个地点作案 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经过现场细致的勘察 民警提取到了一把钥匙 一块手表 但是没有发现 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被害人 因为被烧过了 所以也不知道 原本长什么模样了 分辨不出来 相貌特征了 这对排查工作来说 这是巨大的困难 随后呢 对周边的村庄 也进行了走访调查 但是近期啊 没有失踪情况发生 当时民警就开始琢磨着 这个地方是案发第一现场 还是抛尸现场呢 现在不好判断 诗员还有案件动机 也都没法确定 不过呀 现场勘察 还是有不小的收获的 被害人手腕上的这块手表 在大火之中被保存下来了 没有烧毁 那么这块手表上边啊 还显示着时间呢 显示着是15号的9点32分 根据现场的痕迹来分析 这把火当时应该烧了有一段时间 但时间呢 也不会特别长 警方到达现场的时间是10月23号 根据痕迹来判断 现场着火的时间就应该是10月15号 而9点32分 也就是这块手表上显示的时间 那应该是大火燃烧起来的准确时间 除此之外 咱们不说了吗 被害人身上还有一把钥匙呢 从外观上来看呢 这应该是一把汽车钥匙 侦察员就到多家汽车4S店去走访调查 终于确定这是一把50面包车的钥匙 死者被害之后又被焚烧了尸体 很明显凶手的目的就是逃避打击毁灭物证 从这样的情况来分析 这起案子应该是熟人作案 那么这死者到底是被活活烧死的 还是先害死之后才被焚烧的呢 根据法医鉴定 应该是被害之后这才被焚烧的 真正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从这个情况来分析 死者和嫌疑人之间应该是有着比较大的恩怨 或者说有着很大的矛盾 由于伙势比较大 被害人的衣服呢 烧的都粘在一起了 但是侦察员还是得一点一点的进行剥离 进行仔细检查 还真发现了重大线索 在死者前胸腋下啊 就在嘎着窝靠前胸这个部位 发现了一张身份证的残片 根据身份证残片仅存的信息 侦察员立刻进行了查询 就发现呢江西省鄱阳县有一个叫周元龙的人 和残存的这身份证上的信息高度一致 至此这案件有了重大进展了 平易警方呢 立刻就和鄱阳警方取得了联系 请求协助调查鄱阳县 也就是鄱阳湖那个地方啊 这周元龙呢 本人呢 还真不在家 当地警方就找到了他的妻子 问问情况 妻子就说呀 丈夫是15号当天 从家离开的去外地打工去了 周元龙的家属呢 还说要跟着他一块去打工 这时候啊 周元龙呢 就不同意 这夫妻俩还发生了争执 就坚决不让家人跟自己去 哎呀 我出去得吃苦受累的 你们跟着干什么去 而且呢 周元龙确实家里就有一辆 武林红光面包车 根据周元龙的妻子说 10月15号一大早 周元龙开着车就离开家了 说是去江苏无锡打工 而按照警方之前的判断 这平易命案的被害人 是10月15号9点32分 出现在了山东的案发现场 那么这和江西的周元龙 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差距 也太大了呀 这个地方距离江西婆阳 1000多公里 那么远 那个情况之下 你15号出门 你开车 你到不了这个地方 所以警方呢 就感觉到 如果受害者是周元龙的话 那么他要么是乘坐飞机来的 要么是坐高铁来的 经过了解啊 周元龙本人呢 就有一块手表 平时经常戴着的 品牌啊 型号啊 跟被害人手腕上的手表 完全一致 距离这案发现场 40分钟车程的地方 就是滕州东站 滕州东站呢 是高铁站 有高铁能够直通江西 如果被害人周元龙 从家里开车出发 到上饶市乘坐高铁 傍晚就能到达滕州东站 种种证据显示 出现在山东省平义县的被害人 正是江西婆阳人周元龙 可又不对了呀 周元龙临走的时候 跟妻子说要到无锡打工 他到山东来干什么呀 又怎么在这丧命了呢 周元龙的妻子说呀 周元龙呢 是做房地产水电暖工程安装的 一年前呢 曾经在山东省滕州市打工 因为是外地人 他们在当地并没有多少熟人 周元龙妻子回忆说 哎对了 这一段时间呢 有个滕州人 频繁的跟元龙联系 呃是个女的 叫张媛媛 哎呦 张媛媛 各位 对这名字不陌生吧 正是咱们开头说的 那起自杀事件里边的大营的妻子 不过 具体这张媛媛跟周元龙什么关系 有什么事 为什么联系周元龙的妻子呢 也不了解情况 当时啊 警方还不知道大营自杀的事呢 还不知道大营的媳妇叫张媛媛呢 滕州叫张媛媛的人很多 这个名字是非常普遍化的一名字 通过警方筛查 大营的前妻张媛媛就被纳入了警方的视线 通过调查 侦察员得知 这个张媛媛的家庭啊 曾经在不久前遭遇大难 她的丈夫大营 服毒自杀 而张媛媛呢 也曾经想自杀 但是自杀未遂 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这张媛媛和周元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再说回大营跟张媛媛的家 大营跟张媛媛呢 结婚五年多了 他们俩呢 儿子聪明 活泼 可爱 说起这对夫妻 不仅双方父母很满意 牧石镇的村民们也都夸他们 呦呦 这两口子人好啊 2011年下半年 张媛媛和丈夫大营 到一家建筑工地承包起了一部分装修工程 这收入提高了 生活的就更加和美了呗 可是到了2013年年初 两个人之间呢 出现了变故了 有一天呢 大营在上网的时候 发现她的QQ空间里边啊 有人发送张媛媛的照片 而这个网友呢 也没显露身份 由于大营和妻子 共用一个QQ号 所以她就起了疑心了 没过多久 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大营啊 在QQ空间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妻子张媛媛的不雅照片 就是那样的照片 这让大营非常的愤怒啊 那得找妻子说个明白呀 可是张媛媛看见照片之后 拾口否认 说我没拍过这样的照片 我什么也没干过呀 没人给我拍过裸照啊 那时候啊 大家也都知道啊 有着各种各样合成的那种裸照 对吧 所以大营呢 就半信半疑的 就这时候 她接连接到了一些陌生的电话 对方就说呢 我喜欢你媳妇张媛媛 你啊 赶紧的跟媛媛离婚 这个人到底是谁 她跟张媛媛到底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 本来挺和睦的家庭 现在这日子眼瞅着过不下去了 大营天天这心里边啊 就那么不痛快 拿这日子过不了了 张媛媛呢 也感觉委屈 最终这两个人悄悄的离了婚了 让家人没想到的是 两个人离婚之后不久 大营呢 竟然服毒自尽 这起事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那么到底这张媛媛 跟周元龙被害一案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平易警方到滕州东站进行了调查 2013年10月15号傍晚 被害人周元龙从江西 乘坐高铁在这下车 而张媛媛曾经到这接站来了 接到的正是周元龙 这么一来 张媛媛的嫌疑可就上升了 经过走访调查 原来啊 张媛媛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里边 和一个叫徐国伟的男人来往的很密切 你看 这是这起案子里边 和张媛媛有着密切关联的第三个男人了 这徐国伟呢 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平时啊 在滕州的一些建筑工地上 拉拉石子什么的 可是案发之后 徐国伟突然就消失了 匆匆忙忙的 就去青岛打工了 他怎么这么着急呢 干什么去了呀 这是想躲什么呀 这本身就有猫腻呀 警方呢 对过往交通卡口的视频进行了调取 就发现这徐国伟和张媛媛 在案发前后 从滕州开着一辆车来到过平易 到过案发现场 警方认为 张媛媛和徐国伟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必须把他们同时控制 10月26号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 实施抓捕 张媛媛呢 一直在家 从来不出去 所以很快就把他抓到了 而至于徐国伟 他不到青岛打工去了吗 在青岛的一处工地上 民警啊 就在那蹲守着 据了解呢 这徐国伟就在这开工程车 排查了很长时间之后 终于锁定了徐国伟的下落 就在张媛媛被抓的同时 犯罪嫌疑人徐国伟也被侦察员抓获 徐国伟啊 可能之前也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所以呢 也没有反抗 经过审讯 张媛媛 徐国伟如实供述了杀害周元龙 并且焚尸的犯罪事实 那么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这和大营的自杀又有什么关系 这周元龙呢 曾经跟张媛媛 大营一块在腾州市的一处工地打工 大营啊 特别热心茶 热情好客 所以你看山东打出来的广告 不都是好客山东吗 这大营呢 曾经多次把周元龙请到自己家里做客 可时间一长啊 这周元龙就对热情开朗的张媛媛 动起心思了 经常开玩笑的说喜欢张媛媛 张媛媛呀 一开始对周元龙的玩笑也没当真 后来呢周元龙回到了江西老家 双方就也没见过面 可是2013年4月份 大营和张媛媛的噩梦到来了 网上那么多的不雅照片流了出来 这就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7月19号 大营忍受不住折磨 提出了离婚 夫妻俩呢 就离了婚了 张媛媛回到自己娘家 哎呦大营怎么就不信我呢 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这么毁了呢 她感到很委屈很绝望 一天晚上她就喝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这张媛媛呢 想着自寻短见 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结果被母亲及时发现了 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大营一家人也赶到了医院 这大营啊也很自责 过了几天呢 大营又来到家里 提出来想和张媛媛复婚 看到五岁的儿子 再想想大营对自己是真好 张媛媛就心软了 就答应和大营复婚 可是三天之后 俩人还没复婚呢 大营反而留下了一封遗书 服毒自杀了 大营啊 最终抢救无效 离开人世 他呢 不光给父母留了遗书 也给妻子张媛媛 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里 他表达了对妻子的这种爱 还有对这种家庭矛盾 夫妻矛盾的无奈 但是他为什么要自寻短见 却没有说清楚 张媛媛这心里边啊 气得都不行了 愤怒之火就彻底燃烧了 究竟是谁发的不雅照片 逼迫大营跟我离婚 拆散我的家庭 还把我最爱的大营给逼死了 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 大营去世以后 张媛媛呢 思念丈夫啊 天天是以泪洗面 没过几天 这张媛媛接到一电话 谁打来的呀 周媛龙 在电话里周媛龙就表达了对张媛媛的爱慕之情 让张媛媛感到震惊的是周媛龙亲口承认 你那不雅照片就是我屁的啊 我发给大营的 还多次的遍着腔调打电话给大营夫妻俩 逼迫他们离婚 张媛媛气得都不行了 她呢 本来想着去公安机关报案 可是周媛龙似乎也想到这一层了 她威胁张媛媛 你要是不答应跟我结婚 我就把你儿子 把你家人 我都弄死他们 实际上啊 张媛媛如果这个时候 要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话 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之下 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保护家庭 也不至于说到最后啊 发生这幕惨剧 反正当时张媛媛害怕了 这心里是又怕又恨 这周媛龙呢 对张媛媛也是软硬兼施 这就是势在必得呀 她呢 玩了命的追求张媛媛 张媛媛 现在是又气又恨又悲痛 她哪有心思跟周媛龙谈情说爱呀 再说了 我跟谁谈情说爱 我也不会跟你谈情说爱呀 就在张媛媛处境艰难的时候 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徐国伟 徐国伟呢 是大营的朋友 他目睹了大营家庭的这种惨剧 他也不知道内情啊 平时呢 就感觉张媛媛挺可怜的 嘘寒问暖 可是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吧 慢慢的对张媛媛产生了感情 徐国伟啊 其实也是有父之夫了 但是呢 他跟他老婆本来感情就不好 在这时候呢 他对张媛媛又非常的同情 他们俩的这关系 慢慢的就超出了正常朋友的范围了 这个时候张媛媛的心情也是复杂的 丧夫之痛 又受人威胁 所以徐国伟成了他倾诉内心痛苦的对象 在交往之中啊 徐国伟发现 张媛媛内心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张媛媛平时跟别人打电话 是很冲的口气 唯独接到一个电话的时候 是特别温和的 说明张媛媛很害怕这个人 徐国伟是铁了心的 想和张媛媛在一起 他就说了 媛媛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愿意和你一起处理这个事情 2013年10月1号 是张媛媛和大营的结婚纪念日 一大早 张媛媛呢 到大营的坟前祭拜 回到家里呢 又看了看儿子 她跟自己的婆婆说了一番话 让婆婆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张媛媛跟婆婆说 妈 我总觉得吧 这个事情 得有一个交代 我走了以后 你把我和大营 埋在一起 也就在这一天 张媛媛 把她和周元龙的这段恩怨 就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徐国伟 并且她说了 我一定要报复周元龙 徐国伟呢 也就答应了 有了徐国伟的加入 张媛媛也有了底气 他们进行了周密的谋划 2013年10月15号 周元龙再次和张媛媛通电话 这一次张媛媛呢 就假装同意了周元龙的这种请求吧 就假装的约这周元龙 说咱们呢 到滕州见面聊 周元龙当时也是惊虫上脑啊 兴奋的都不行了 赶紧的跟自己妻子说呀 我得去无锡打工去 这时候妻子想跟着 他不可能带着呀 可是他哪是开车走的呀 坐着高铁直奔山东腾州 而此时 在腾州张媛媛的家里 按照事先的谋划 张媛媛和徐国伟 准备好了安眠药和铁丝 开车前往腾州东站 迎接周元龙 到了傍晚 列车准时到达腾州东站 周元龙呢 到了 接到了周元龙之后 张媛媛开着车就往腾州走 车刚开出去不久 俩人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 张媛媛呢 随手就拿起了装有安眠药的半瓶饮料 递给了周元龙 可是周元龙在气头上呢 他没喝 这第一套方案可就没奏效 这车呀 还在行驶途中 再过不远 就是连片的村庄了 徐国伟一看 不能再犹豫了 于是下了杀手 把这周元龙掐死之后 他们呢 就在这路边点起了一把大火 把这周元龙往那一堆 一看周元龙呼呼的烧起来了 张媛媛和徐国伟 慌慌张张的逃离了现场 从开始谋划 到施施杀人 这徐国伟啊 甚至连被害人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 警方呢 后来也提取了充分的证据 还原了案件的真相 同时这也揭开了两段畸形的这种婚外恋情 周元龙合成这种裸照啊 不雅照片 想着害人 最终呢 害了自己 而张媛媛和徐国伟 也为他们的犯罪行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张媛媛呢 其实之前还写了一本日记 这本日记 开始的时间就是他的丈夫大营 服毒自杀的那一天 一直写到了10月23号 也就是被警方抓捕的三天之前 他每天的日记里都是无尽的对丈夫的思念 对儿子的关爱 能够看出来他是真的爱这个家 他也没有做对不起丈夫的事 当他发现周元龙是导致他家庭变故的始作俑者的时候 他呢 在恐惧之下 还是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也让他自己 还有周元龙 徐国伟 三个家庭都遭受了更大的磨难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为您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